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顶历史 现在正值三福天,天气炎热 很多人为了降温,开了空调,用上了凉席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所见的凉席多数是用竹片制成 今天我们就来说个与众不同的凉席 它被称为中国最贵凉席,这就是象牙凉席 象牙专指雄性大象的獠牙 因为其质地坚硬,细腻,温润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直是一种贵重的雕刻材料 我国使用象牙席的历史非常悠久 只是因为原材料,象牙十分的珍贵 故此使用者都为皇家 根据《西经杂记》记载 汉武帝就曾把一张象牙席赐给过李夫人 说明最晚在汉朝,象牙席就已经出现了 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象牙席还是广东地方 官员主要的进攻供品 因为象牙席制造过程惊人的繁复,而且耗费巨大 以节俭著称的雍正帝便下旨,不许再制作象牙席 全中国,这象牙席就有三张,而且其余两张至今下落不明 而故宫的这件象牙席自然就显得更加的珍贵了 说它是无价之宝也不为过的 这件象牙席其实一度就被工作人员当成了废品 扔在了故宫库房中 其实也不能怪工作人员,因为当时这张象牙席确实是很容易被人无视的 它的外面是覆盖了一张破旧的草席 所以当时工作人员压根没发现这个草席下面 居然还有这一张珍贵的象牙席 而直到七十年代整理故宫文物的时候才被发现 历经百年,这种象牙席依旧能够折叠使用 不得不恢复老祖宗的智慧 专家说,就算是放在现在 这种象牙粮席也无法仿制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